我是共产章 还记得我吗 我已经距离上次更新视频已经三个月了 那一个呢是因为有其他的工作 第二个呢是在冬天的话 很多的绿植呢都进入到一个休眠期 现在呢大海已经过去了 离春呢也不远了 现在呢很多的绿植也都露出了生命的迹象 很多的花呢都已经长出了花苞 今天呢就带大家一块观赏一下 这颗呢是红梅 看它已经也长出了不少的花苞 这颗红梅呢是原本的 它不是嫁接的 看到了迎春就代表着春天快到了 这颗梅花呢是公粉梅 还有海棠 海棠也长出了花苞 这个海棠呢是长寿冠 在院子里放着可以晒到太阳 所以就长得会快一些 看看这树风杏子 在阳光的沐浴下 它开得格外的艳丽 这颗呢是山茶花 山茶花不好养 在我们家呢 它开花也是一朵一朵的开 这颗玉树长得很旺盛 它冬天是不休眠的 所以冬天呢 它也一直在生长 这个去年夏天修剪过的 这盘卸爪兰呢是千叉的 是两个颜色 有白色的和红色的 这个已经让我们家猫摧残得不像样了 已经被扒拉到地上好几次了 摔断了很多 这颗呢也是山茶花 品种不一样 这个花期非常长 它开了一朵花 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到现在也没有要凋落的迹象 开得最旺盛的 就属这一盆卸爪兰了 它之前是放在院子里 因为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它长的花苞一直也没有开放 现在把它搬到了屋里 没有几天 它就都已经开放了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